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我也一样 我做了30年的民营企业 所以今天有我们两个在一起 谈一谈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现状 以及民营企业的出路 谢谢大家 现在有请奎阳先生您先讲吧 大家好 安娜好 主持人小杨好 以及向所有参与这个节目的观众和其他的嘉宾 大家也好 我叫杨奎 我现在是在南太平洋雨季共和国 现在飞机的时间是6月30号的上午10点钟 今天有幸被邀请参与这个关于中共百年话题的节目 首先是感谢小杨的一个引荐 因为我们平时也有很多的互动 那么在参与这个主要的话题 关于中国民营企业在现阶段的生存状况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我的经历 我以前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 是一个人民教师 然后呢 在四川省 彭山县七农初中 任教了三年 后来走上了辞职 离开教育系统 走上了经商的道路 迄今为止 大概快二十年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从事的职业不少 从一个个体工商库 开夫妻店起步 到后来成立了商榜公司 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主业一直是做批发零售的母音产品 可能很多 现在信号有问题了吗 请主持人给一个答复 我这边显示不太正常 信号没问题吧 好 我们能听到你没问题 OK 那我就继续吧 因为我首先要提一下 因为我在这个南太平洋的辅迹共和国 这个国家的整个就是发达状况要差一点 所以说我在这里我用的是 渡达峰的移动信号 如果说中途有什么中断或卡顿的情况 请大家谅解一下 那么我现在就接着讲我的观点 在过去这将近20年的经商经济中 我对中国现阶段做一个民营企业 其实我在这里想强调一下 如果说是民营企业的话 有一点亏不敢当 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这个企业 因为我们是从夫妻店开始一直做 到后来独断的发展 做成了商贸公司 那么凡是在中国有过经商经历的人 都应该知道像我们这种 从个体工商户一步一步走向一个所谓的民营企业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经历的关于行政主管部门 这个执法以及所谓的行政管理 那么我们的经历和经验是相当的多 是丰富的 感悟是相当的深的 最近过去这两年 我一直在我的亲戚朋友圈子里面 奉劝我所有的亲友 我说希望你们不要再从事这个 就是所谓的民营企业的精神 因为我经历了这个20年的过程当中 我经历了太多太多 不利于我们个体工商户 或者是私人企业组 一个发展的经历 那么这些可以拿出来讲的东西 也有一些不可以拿出来讲的东西 因为我感觉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个人 包括我自己的一些社会原罪 包括贿赂 包括全钱交易 但是今天我愿意分享出去 我愿意把它讲出去 而且这其中肯定会涉及到一些真实存在的个人 包括我自己 我亲友 还有一些 我们当地 我们老家四川省四银市 船山区 我们老家的一些公务人员 我甚至会说出他们的姓名和他们的职务 我不担心 会遭到什么法律意义上的一些麻烦 因为我讲的都是事实 并且我有证据 在过去将近20年的过程当中 我的主业是做批发零售母婴产品 这个母婴产品是大概在2005年左右 开始在我们中国的一个市场上开始兴起 简单说就是凡是孕妇和婴儿 当然包括胎儿 孕妇婴儿胎儿所有需求的东西 我们都能提供 不管是软件服务还是硬件产品 那么这其实是一个不小当量的一个商业体系 所以说我们从最初的夫妻店 一直开始从四川的彭州 然后一直到瑞宁 然后一直在瑞宁的各个县份区乡镇 进行一个推广 最多的时候我们的分支机构 商业分支机构大概有20多个 有一百多个员工 在从事这个主业的过程当中呢 我自己还有我的家庭 也有其他的相对于次要一点的行业 副业 比如说我曾经做过装饰装潢公司 也曾经做过餐饮 我开过好几个 在中国开过好几个餐饮店 穿菜火锅 然后呢 我还曾经做过锅炉设备 所以说我涉足的领域 其实还是比较好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的感受 经历就会特别的多 首先我想讲的是 在我们中国这一套商业管理 行政体系当中 我认为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 警法规 松执行 这种一松一紧的方式 到底 谁是获利者 谁是收害者 刚才我说了 警法规 就是说在我们 中国现阶段的所有 有跟经商 经营有关的法律法规当中 所有的条款 都是非常严格 可以这么讲 滴水无论 无论是在商品质量 还是流通困境 包括行政许可 证件的办理 申报 税收 各个方面 其实这个国家 都具有相当严密的 严谨的一个法律法规当中 这是好事吗 当然是好事 如果说是在一个公正执法 透明行政的国家 那么这样的严谨 严格 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知道 目前在全世界 商业自由度排名前三名的 曾经的香港 新加坡 和新西兰 那么在这样的地区和国家 在这样的一个公平法治的社会 如果说政策 政令法规 是很严谨的 很紧的 这样一个状态下 我想他一定会得到 所有人的支持 但是我们的前置条件变得 我们是在中共国 那么在中共国 这种紧法规之后 剩下的执法过程的时候 他们就非常的松 这就是我所讲的松执行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交通法规当中 有一条 如果说你驾驶机动车 在相关的道路上 超速50% 行驶 那么你将会受到 公安交管部门的惩罚 那么他的惩罚的 惩罚的尺度 就是说 你的驾驶证 G6分 然后你的罚款 是200到2000 请大家注意 在这个交通执法 行政执法的过程当中 就出现了一个争议 就是说 我们的政策法规说 可以给你200至2000的罚款 大家都知道 200和2000之间 是一个很大的尺度 到底是200 还是罚款2000 那么 这谁来执行 谁来定夺 谁来决定这个事情 不是法院 而是执法者 经手人 这个人本人 既然是人经手的 我认为 他这个中间 就会产生很多的 很多的不合理的 不公正的现象 也就是说 我可以 作为一个交通执法者 我可以给你200 得罚款 也可以给你免签 那么这个权评 取决于我个人 一个态度 这里面就会涉及到 很多的权力寻出 就是说这个事情 可以打 可以想 然后再回到我们 作为企业经营上 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并且很多 我再举个例子 在我们的工商管理法 有一条价格欺诈 就如果说 你作为一个零售企业 那么你触犯了 一个价格欺诈 这样一个条款的话 那么你将得到 工商行政管理 对我们的惩罚决定是 第一 责令改正 这是虚的 第二 没收违法所得 那么这个违法所得 是怎么定义的 是你销售相应的产品 产生了利润 还是产生了整个销售营收 甚至它可以给你 无限扩大化 到你某一个时段 你整个公司的 一个经营的收益 或者是营业额 也就是说这个事 完全是可大可行 并且还有一条 那么工商管理部门 可以给予你出发 五千元到五万元之间 众所周知 五千和五万之间 差别非常大 所以说 在这个执法的过程中 他给了这个具体的 执法者 或者是这个小的 一个机构部门 以非常大的财量权 那么这就是导致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 经营体系当中的 一个腐败 权力寻租 一个巨大的漏洞 这是我过去 对 我打断你 实际上这个情况 是比较突出 不光是说 在工商管理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 就是中国大陆 所有的行业 都涉及这个问题 就是它的法律 法规它的条 律令 它都在制定过程当中 它就人为的 设置一些漏洞 我认为 因为 比如说你判刑也是这样 司法上很突出 就是他判五到十五年 那这期间 就是差距很大 那你这个 你什么情况下判五年 什么情况下判十五年呢 这里边就有一个 巨大的自由材量的空间 所谓这种自由材量的空间 体现在方方面面 那实际上 就是权力寻租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中国 为什么说这种制度 造成了所有的企业 所有的企业 职能部门 就变成一个 寻租和被寻租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规则 很难逃避 我们所有的领域 都有这个问题 罚款经常就是顶格罚 但是它下限很低 我这个深有同感 因为我们也经历过 很多这样的事情 谢谢 对 我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 实际的例子 在过去的某个时刻 大概是2014年 那我的一个门店 我的一个风店 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店员 在赠送一个奶粉 的一个试用装的时候 出现了披露 就是说这个试用装 还是个小条的 一个奶粉的试用装 送给顾客过后 那么没有仔细检查 发现厂家在给我们配证的是 因为它的包装非常小 然后呢 它打的那个游销器 食品的游销器 非常不显眼 所以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当然也是我们自己的过去 顾客拿回家过后 发现这个上面 这个试用装和小条 已经过去 然后就找到我们的店员 我们当时是我们的门店 税宁是船山区大同街的门店 那么店长就接到他 然后这个事情原本很简单 但是呢 可能店长处理的经验不足 没有给顾客进行的 详尽的解释和支歉 所以说就让顾客 发生了比较尖锐的对立 然后呢 顾客就投诉到 船山区食品 税宁应该是税宁市吧 我记得不太清楚 我不知道这个 应该是个市级机构 食品药品监督局 然后这个事情就立案了 立案了过后 那么当时他们 这个行政主管过门 他就是派的 一个 类似于副科长之类的角色 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 这个副科长 给我们联系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很多的 他事务的课程 这个副科长的名字记不起了 但是我记得 他们当时那个副局 那后来 因为在我们地方城市 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 一般都会 进行一个 私立下解决 因为他们张口就是 5万或者15万 这样的罚款 对我们来说 实在是难以承受 所以说我们通过 各种各样的渠道 找到 找到他们的那个 副局上 因为我们就 我也愿意坦诚地告诉大家 我这个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但是如果说我要想在中国 这样一个 环境当中生存下去的话 有时候 我们不得不 选择这种 让人感觉非常难受 非常痛苦的 一种表情 因为在中国大陆呢 我也深有同感 在中国大陆呢 你不低头 你有的时候就没法生存 而且呢 不低头的代价很大 我对这个各个部门呢 对民营企业 这种吃拿卡要 是感同身受 因为我自己经营一个宾馆 所以呢 你会面对自己的社会 各个部门 比如工商 税务 这个 这个 社区 然后 这个 票警 消防 然后 这个 作为一个企业呢 就是说 你是一个机构 一个企业 你要对付整个社会的 各个部门的 包括卫生检疫 光卫生检疫 就有好几个部门 什么 地方病检疫 所以他们到企业来 就是目的就是来榨钱 所以来了以后 就是 挑毛病 说你这也不合格 那也不合格 然后呢 就是罚款 罚款的时候 都是按着顶格罚 比如说 他的规定 你罚款一到十万 他就罚你十万 然后你就得找人说 哦 那你少罚一点吧 比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说我要罚你十万 实际上罚了你三万 那么一般都很难做到 比如他出个十万块钱的罚单 他可能只是罚你五万 最后让你交五万 可是这过程当中 你要请人呀 花钱呀 送礼呀 到最后你可能得花到七八万 所以企业呢 你要面对所有的这些部门的吃拿卡药 你知道吗 一个地方服务不好 或者说一个地方 你伺候不好 马上就带来后果 而且各种各样对 其实这些共产党的这些官员啊 他对这个国营企业 他一般比较收敛 他不去说来了以后 就是这种 来了就是为了要钱 你知道吧 那他在国营企业 他还稍微好一点 那么他到了民营企业 来了就是找事 找事就是要钱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规则 我们也对这些都是这么多年 其实生物送礼也感觉到这个很累 你比如说这些 比如说送礼 那每年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我们过这些大的节日 比如春节呀 比如元旦呀 比如这些节日是必须要送礼的 那么送礼你的每个企业 我知道的 每个企业每到这些节日 所谓三大节日 都要拉个单子 给哪个部门送礼 有几个部门是必须的 消防 工商 税务 票警 不论哪个节日都要送到 所以呢 这个对企业来讲 确实是不胜其烦 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企 经济搞的搞活 完全是民营企业主 辛勤劳动所致 那么中国的经济环境 这么恶劣 比如说这么受贿和行贿 其实没有民营企业愿意去 去行贿 谁愿意拿着自己的 写汉钱和辛苦钱去行贿呢 都是被逼无奈 而且呢 就是有很多 对民营企业的这种 这种敲诈吧 其实有行政部门 权力部门 那都是知火明掌 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 这个切身的感受 就是我们宾馆呢 我们餐厅很大 我们餐厅呢 能够摆下来 这个 就大厅就能摆 40多座 所以呢 我们接住了很多 接待了很多宴会 婚宴 那么就是很多大型婚宴 都在我们这儿 我们除了大厅 我们还有包厢 所以我们这个餐厅呢 能做几十桌 所以呢 就比如五六十桌 那这个就是 那就是五六百人了 所以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婚宴办得很好 有一次一个武警的领导 孩子结婚是找我们 我说那你就找我们 那个 那好吧 那要求就来打折 他的一个副手来了 说你们得打折 那打多少呢 打八折 那八折 你八折 你就百分之二十没有了 百分之二十就是你的纯利啊 那那打八折吧 一般我们都是打个九五折 最多打个九折 张口来打个八折 那这是八折 是毛利的百分之二十啊 那那没办法呀 不过呀 你武警 那个那个 他们当时属于 这个消防属于武警官 那他权力大呀 那就说吧 好吧 那我们就给他打了折以后 因为在经营过程当中 就是行行都有自己的门道嘛 那么都有自己的窍门 那如果你打折扣了 我们一般就会调点菜 比如说羊肉最贵 我们给你打折了 我们就把羊肉换成牛肉 把牛肉换成猪肉 猪肉呢就换成鸡肉 实际上就是说 就是虽然都是肉 但是因为他价差不同 会调一些菜 他们要求打折 并且不能调菜 那你这个企业 你比如说你这个做 我们这宴会下来 办50桌也好 30桌也好 那你这个 你就等于白辛苦 但是想想你说 这个消防部门也惹不起啊 那就白辛苦就白辛苦吧 那就咬着牙也答应了 结果那结账的时候说 再打一个 再打一个九折 那我们就等于 原来这单就没有赚钱 你再打九折就亏了 后来我们就说 那不能打折 已经打过折了 他说不行 那个副手很厉害 不行 折上折 必须得打 那我们说 说我们可以办这个 我们宾馆有一两百号人 我们这场宴会 里里外外的话 我们整个公司上下忙碌 我们可以不赚钱 但是你不能让我们 办你宴会亏钱呀 再不能打折了 然后那个 他们那个 因为消防的权力很大 来经办的那个副官 也脾气很大 他就摔了 甩了一万块钱 说好吧 你不打折 这个单子我买了 当时呢 我还在青海 因为我多数时候 是在北京 我就电话打到我这 说这个发火了 武警的这个 消防队的发火了 怎么办 说我们现在 要再打 我们就会亏钱 我们现在得一不赚钱了 我说那 那就别打了呗 这个人就走了 走了以后 下午 这是中午的宴会 晚上还没下班呢 消防来查 查我们的消防设施 然后一查不合格 然后就要罚款 罚五万 罚五万 罚十万 我都忘了 那罚款呢 当时就来给 就下午就给来 贴了一个罚款单 那我们就找人呢 后来想想算了 你这个 你就这个五万块钱 说我哪一条不合格啊 他随便 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些 这些政府职能部门呢 他们从来没有想着 为人民服务 他们只是想 我怎么样的为自己服务 怎么样的敲诈老百姓 所以中国的这些 各级部门的这个政府官员 他们不光是黑 而且还坏 所以他的法律法律 都是这样 他的条文 他的消防条文 非常的苛刻 就正常的都超过 普通老百姓能承受能力 他故意给你设一些漏洞 但是呢 他一来查的时候 你就会就被抓住 然后说啊 那不行就是罚款 所以我们一算 大概我都忘了 五万还十万 说我们一找人说 这个那你再 你再找人 那你最多 你也得付百分之五十吧 那你十万块钱罚款 你只要五万吧 加完五万 你再找所有的 每一个环节都是人情 都是要 都是要吃饭 要 要什么什么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 算了不找了 不找了以后 最后呢 就是把这钱 就是 因为大家都僵上了嘛 那我们就不找就认了 就把这钱交了 非在没赚钱 还赔了钱 所以我们的员工就 我们的员工 他们有的时候就想不开 包括我们的老总 说你看我们 说这个当时呢 要给他打了折呢 我们肯定就亏点小钱 比如一场宴会下来 我们还 现在呢 亏了大钱 所以这个事情啊 对我印象很深刻 这个中国的各级政府 各级官员呢 那那没有 可以说 没有一 就是没有一个是 不贪 不会的 知道吗 所以这个我是 我对民进企业的 重则环境是感同身受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 红楼梦里说 这个 说这个甲府门口的狮子 是干净的 那我相信呢 中国政府的官员 连门口的狮子 都不是干净的 所以我就特别有感同身受 这个所谓的罚款经济 所谓的立法 所谓的保护民营企业 其实都是 都是假的 都是习的 都是韭菜 我感觉到这个 中国民营企业企业主呢 他们付出很多 而且被社会污名化 一说就是你们民营企业主 你们什么 他们这个民营企业 你们把经济搞坏了 是你们去主动的 去行贿 没有 实际上他把这个关系 给倒置了 没有权力寻租 我们怎么会去行贿呢 对不对 中国民营企业 不会去行贿 那你看麦大饼呢 他怎么不去行贿呢 实际上都是权力所持 而且呢就是说 这个所各级部门 我觉得他们到民营企业来 就是一个目的 就是扎钱 我想你可能比我还感同身受 对 刚才安娜说的这些 举的这些例子 我真的能够做到感同身受 尤其是刚才说的 每个人都有 我说的例子每个人都有 我们还算好的 因为我们企业呢 这个一个呢 我们比较规范 所以他还不那么欺负我们 但是有些夫妻店 小店 那把别人欺负的 我告诉你 那真的有的时候 那他们真的是很辛苦 非常黑暗的社会 对 对吧 您说黑暗 刚才我说到 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 在中国经营 私营企业 或者是叫做个体 做个体的人 那么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些 很多的违背社会法理 和社会道的一些原罪 那么这个话题 可能会引申比较长的篇幅 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刚才安娜讲的 其实我们同样一个感受 就是在中国的法律法规 它行政法规 几分 它是执行的生 就像刚才您说的 它的罚款可以是五万到十万 也可以不减 那么这个区别在哪 区别就在于具体的 执法的那一个小团体 或者是个人 就像我刚才说的 虽然是石药局的 一个姓何的副局 那么当我给他 到他的办公室 进去的时候 他肯定装模作样的 训斥了维根 就我们两个人 因为我是朋友介绍去的 也是他们行政体系的内部 不然的话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见到 然后他一本正经的教训了我半天 说我这个事情做的不对 不应该把这个过了期的东西 拿给功课 然后呢 后来话锋一做 他就说这个事情可达可信 后来呢 我肯定是有备而去的 所以说我给他留下了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 在当时来说不算大 也不算小 但是如果说按照他的 按照他的说法的话 那么他可以 对我执行五到十万的 这是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这个跟您刚才说的 那么消防 他对您的一种威胁和乐视 其实是一样的 在我看来 那个在您那里 餐厅里面 酒店里面来办理婚宴 收宴 他甚至想的是一分钱不得 因为所有的这些利益都是他个人 但是他也愿意拿公众的利益 就拿行政管理体系当中 他掌握的那一丝权力 来给你交换 然后我们作为 私营企业经营者 我们几乎就没有选择 如果你要想在 不是几乎没有选择 我们就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 那么说到这里 我想概括一下 就是说我们要面对的机构 有哪些东西 刚才安娜说了 你从事的是餐饮服务业 那么我也从事 我开过好几个餐 有四川菜 有火锅 那么也有 我在新疆 在四川的宜宾 在四川的穗宁 都做过 在同样的事情 参与期 所以说我们接触的 可能比较雷同的东西 部门比较多一点 我总结了一下 凡是对我们个体 我们私营企业 能够经营的 普遍的 就是所有部分行业 都必须接触的 第一个就包括 工商 税务 质解 卫生 然后呢 甚至还会有环保 食品钥匙 那么至于公安和消防 那是百搭的 所有行业 它都可以给你牵扯的 没错 全力越大 对 全力越大 它这个腐败越深 没错 我的主业里面 我曾经有20多个门边 那么这分布在各个地方 那么其中 甚至更恶心的 街道办事处 我不知道您接触过 街道办事处没有 哎呀 街道办事处 你说我们能少了 街道办事处吗 我们开宾馆的 街道办事处 貌似名声很小 实际权力很大 街道办事处 甚至可以让你宾馆关门 对 街道办事处的什么人来 你都要小心的打发伺候 这个中国政府的这种 管理模式 管理构架 确切是 是是这种 我们也能窒息 你知道吧 您请 对 街道办事处 我们也是这样 对 这是一种 非常压迫式的 没错 包括计划生育 我们这个街道办事处来 说你们这个 这个员工的计划生育 这个包括我们用的民工 民工的计划生育 说你也要抓 这些方方面面吧 对 以下 像这样子一个 工商 这个工商管理的一个体系 它整个一个体系 它是多方管辖的 而且这些部门之间 它平时 它是没有协调 是没有一个所谓的 但是如果说 你在他们这个 整个体制 面前 你被定为一个 反贼 或者是 你是一个不服气的 一个搅局的人 那么他们也可以 自然而然的联合起 对付你这个企业 或者是你的企业 那么我们遭遇 这种报复的事 其实也很 多方管辖 它对这个社会的 公平和效率 产生了极大的主要 也就是说 今天上午可能 消防部门来调查了 你的这个 消防设施 对不对 整个电容管线 一种安装过程 然后你刚刚提于 应付它 可能下午 那么 那么自检部门 未检部门 它又 还有安全生产部门 对 卫生检疫呀 质量检疫呀 安全生产呀 这个消防呀 环保啊 所以现在呢 他们叫联合 联合这个办案 联合执法 所以呢 民营企业 真的就是 真板上的肉 很 很艰辛 安装你刚才说的是 我们是真板上的肉 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确实 但我又再次触动了一下 就是那种任人宰割 你连讨价还价的空间中 也就是说 取决于对方 他今天来办事的这个人 带队的人 他的贪婪的程度 和无耻的程度 以及他对 他对你企业的一个经营状况 一个盈利状况的一个判断 没错 都贪婪 都无耻 没有说 没有做不的 对 只是说程度上的差距 没错 只不过有的人呢 可能会稍微稍微的 体验一点点 就是讲究一点吃相 是吧 那么有的人非常恶心 对吧 然后我曾经给一个执法者 说个这样一句话 那么他当时可能 还是受到触动 后来就是这个事情 我就说 你们就算是来抽洗 那么我希望你不要把我们 这些小老板抽死 也就是说 不管是你罚款也好 你私底下来勒索我也好 我希望你给我们一条活路 一丁点活口 就是说 不要一个很小的事情 当我的这个企业 还是是一个 很弱的时候 那么你要想一口 把你自己养成 那么你就只有让我死 当然我当时 我还记得 我当时对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还带了一点 狠的情绪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有一点反过来威胁他 因为我当时实际上没有办法 如果说按照你们的标准 你们的那个警规罚款的话 那么我的可能这个 这个机构 他就活不下去了 就会死在你手上 当然有的执法者 他可能还是稍微的 有一点害怕 我们这种 可能柔中带刚的一个性格 当然 并不是每个人每个人有效 如果说我运气不好的话 可能会适得起来 我以前在我们那里的社会县地遇到 那么一个工商局的一个副局长 一个所长 那么因为一个事情来 处罚到我的门店 但是我也不太懂 我还是刚才以前的做事情的规矩 然后呢 就去找他的顶头上司 然后希望能够解决 那不行 反倒是把这个所长击录了 后来花了很大的价钱 才去买 因为在我们罪名 那你最奇怪的一个行政部门 就是工商局 为什么奇怪呢 因为他们的内部是互相直接不满账物 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机构里面 个人 就像土匪一样 收保护费 各个辖区 那么他们之间互相之间是不满账 比如说你是这边成东的所长 我是成熙的副所长 那么你给我打个什么招呼的话 如果我们四人之间有较敬佩 但是如果说你是因为 你比我关大一级或怎么样的 我可以不满账 这是我们那里只有这个部门 是特别的 值得说一下的 所以说我花了很大的价钱 才把它挽回来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选择 你不管是来应用的 还是乱用的 对 你没有主动选择权 恰好是对方 他来决定 我们整个平衡过程 以及这个事情的可大可小 处理方式 我觉得中国 我觉得中国的这种新闻媒体 因为是共产党 他控制 他对民营企业的这种苦难 这种痛苦 他没有全面的报道 他还去刻意的 就是说 诋毁民营企业的形象 所以为什么民营企业在中国大陆的这种整体来讲 你说形象也好 口碑也好 这个都会受到了扭曲 我觉得原因是多方便的 首先就是说 这种商业环境 它使民营企业 你如果要合法经营 按他的要求去做 你就非但赚不了钱 你还会亏钱 那你要想挣钱 你就必须要变通 而你这种变通 就埋下来以后 随时找你 随时就是你违规 甚至违法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 这是一方面的 他就说民营企业不容易守法 实际上首先是 他的没有这样一个民营企业 发展生存的环境 一个法治和这种社会环境 其次就是说 他也希望 我觉得他也希望 这个员工呢 和民营企业主呢 比较对立 他不希望你们这个民营企业壮大 所以他竟然会让你鼓励 你的员工去举报 然后各种各样的 这个对民营企业的限制 我就感觉到 就是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勒索 我们就觉得这种 像正常的企业 经营二三十年以后 我就不想做了 太累了 就感觉到这么多年 你天天面对这些人 是媚亡良 我就形容他们是吃媚亡良 我遇到过一个很离谱 也是不很离谱的 一个很小的事 但是他很龌龊 让你很恶心 我们有个地方病房 防御所呢 当时宾馆开着餐厅 突然有一天 来我们餐厅 二话不说 装了二三十个盘 就在我们那个 你知道中国大陆的餐厅 是包括包厢和大厅 包厢的人是比较多 比如说包厢吧 那就利用率比较高 就通常包厢越大 越好的包厢 那么服务员配备的就越好 卫生条件也搞得比较好 中国大陆坐大厅的人很少 所以大厅呢 就是疏于照顾 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结果呢 突然来人以后 直奔大厅 拿了二三十个 我们的一桌上的口碑 然后盘子 筷子全部拿走 拿走 我们的这个员工问 说你什么部门啊 地方病防疫所的 我们都没听说过 我们听说的是 卫生防疫站 然后没有任何打招呼 来了就拿走了很多器皿 那就想着等着罚款吧 过两天通知出来了 说没有 我们这个餐厅还侥幸 没有让他这个 他拿走了那么 三十多件的这种盘子 也要玩啊 没查出问题 然后说那没查出问题 就跟我们说 检测费一个一百块 说拿了三十多个 要三千多块钱的检测费 我说你这个 你这个检测费 就这么 你根本就没有道理 就一个杯子 一个碗 一个盘 你谁呀 我说你有什么收费标准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在当地 我是比较一般这些 阿狗阿猫小鬼 什么 我是比较不太把他们 就是不能灌注他 有一个这个习惯 说你这个宾馆好欺负 对不对 你这宾馆我就不好欺负 你上次消防 我宁愿认十万块钱罚款 我不给你低头 然后他就会想到 这个宾馆你不要去碰他 他有的时候不吃这一套 所以我们就是像杨洁篪说的 不吃那一套 结果呢 这个 我说那你把收我这一百块钱 你的什么标准 你把这个收费的标准给我 他们后来又找了 说这标准那标准 最后说 那有的标准我们就付 又告诉我们 最后带话过来说 干脆别出发票 只出个收据算了 我就火了 我说这些人怎么这么瞎做 必须得出 必须得有发票 我们这个企业 你给我出收据 到最后税务就来罚款 我们等于说 平白雾雾多出三千多块钱 我们还要承担着 这个收据的这个责任 我就对觉得共产党 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烂头 民营企业就是韭菜 就是砧板上的肉 所以我做了三十年的民营企业 我感觉到 对中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民营企业的生存 对这些官员的这个贪腐 影响这个刻骨铭心 所以我想你也应该是 遇到了很多 我相信所有的民营企业 你跟他们讲 他们都会遇到 都会谈到 人人都有一本这样的账 这样的情况是吧 都会有这本 不说写了一账吧 共产党的话讲 但是确实有这样一种 屈辱的经历是吧 我一直想 多叫几个民营企业的朋友 大家就在一起碰一碰 你说诉苦大会也好 你说签诉大会也好 中国民营企业太难了